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忙了 来来来 倒 倒 倒 小心点 没事 没事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没事 你坐好了啊 坐稳了啊 噔噔 怎么样 这一万块钱啊 爸 我跟谢凡已经签约了啊 这是他付给我的定金 过几天 我还要出去培训呢 还有 爸 你现在总不能说我老花家里的钱了吧 我以后就可以给家里挣钱了 谢凡还说两个月以后给我出专辑呢 出专辑 你怎么了 这钱你不要啊 你不要啊 你不要我给拿走了啊 我那么亲爱一几句拿回来一万块钱 你怎么一点也不高兴啊 你是不是还在为啤酒屋的事不高兴啊 没必要 办不成就办不成呗 等我以后登上了冠军的荣誉宝座 我赚了大钱 就拿钱给爸爸办一个像模像样的啤酒屋 行了丫头 你爸爸知道一个人的肚子有多大 就要吃多大东西 你当挣大钱这么容易啊 别胡思乱想了 我没胡思乱想啊 大哥 咋你一定在这儿 我我我嫂子怎么不在 那个 这是千千千金嘛 你这还咋长的 这在长得跟画上美人似的 不是 那我我先走了啊 忙你的忙你的 那培训的事你就答应我了 你来 坐坐坐 你这还长得你这 大哥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明天我就回早庄了 是吧 你是来跟应娟要债的是吧 大哥你这话说的 不是我来要债 是我替别人要债的 我知道你们家生活也不太好 我帮别人拿走了十万块钱 却是有点不好意思 那那那这么说就是说这个应娟她是 她是真的欠别人十万块钱债 大哥 你还不相信你这么贤惠的老婆呀 我嫂子是说瞎话的人吗 这事啊 开始她不想跟你说 所以一直欠着人家她 可我王德才来了呀 我是给人家打了包票的 那是立字为句啊 我不能空手回去啊 我这这事弄得我嫂子可能没法子了 跟您说了 十万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 我知道 把我嫂子给难为死了 可大哥你不能怪我 你得理解呀 我要不逼嫂子 那帮债主就得上门逼我呀 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我干嘛下手 黑着她 大哥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我我是我我误会了应倦啊 你说欠债还钱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吧 她心里面难为的地方我当然可以理解 可你让我早点知道呀是不是啊 我要早点知道的话 我宁肯把我自个房子卖了替她还债去 大哥 你吹牛了 你哪来的房子卖啊 你你那房子不是租的吗 我的房子怎么回租的呢 开玩笑我自个儿买的 好多年以前了吧 那会儿买是二十多万 现在要卖的话呢 至少得百来万 百来万 如果在北京的话 那起码也有八十万呢 八十万 看我心里面想着 不是后来那个卖房地产的他们说 有六十万 真的啊 后来知道那是谣言 不是大哥 到底多少钱呀你 我也想知道多少钱哪 所以我就把我的地段跟他有关单位 请他们来估价估价 他们说至少也能三十万 来喝点啤酒 要三十万 不要三十万点费的 好好好 好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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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放心 那儿 那儿都爱让我回来啦 我要向我的领导道歉 我对不起你 怎么了今天 我脸上出太阳了 今天王德财到我摊上去了 他把那十万块钱的事 前前后后都跟我说了 我差点没一头撞死了 应恒 我怎么那么糊涂呢 这么容易对你误会 自己人怎么可以不相信 我觉得我太对不起你了 我不是 我对不起你 老婆你千万别生气 你要生气的话 我就给你唱惊喜 哎呀 这俩对还押韵呢 他真的来跟你告辞了 对呀 哎呀这件事情 总算过去了 结束了 王傅 咱们以后 想办法好好挣钱 好好工作 再挣他十万二十万的 对对对齐了 我刚才跟王德财 我顺便提了一下 我说我跟应捐未来的希望 就是超八十万努力挣 等他挣到钱之后 就把现有的破房子给卖了 咱们换一个又漂亮又大的房子 你 你说这房子是你自己的了 那怎么的 有什么不能说呢 我还一时虚荣 向他吹了好几番 有羡慕他那俩眼珠子转过来转过去的 哎呀 哎呀 怎么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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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告诉他呀 你不知道他这个人 喂 老大 你怎么怎么这样呢 你是不是把王德财当成贼了 当成诈骗犯了 你是不是一直在防着我呀 我告诉你 我王德财在市场 是被人防着被人害的 我不认 因为我对人也不答应 可我对你呢 你捧着你的心弦的 你不让我认为什么 我不认 你不让我说出我姐跟我姐夫的事 那我就不给外甥说了 我把喊子给你留下 我还替你遗瞒了你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事 可你对我怎么样呢 你在一遍遍地骗我呀 罗英俊 你别忘了 我姐我姐夫那是那样 吵人命啊 你知道那对车祸有多少说法吗 啊 罗英俊 你既然不把我当好 那我就不走 你以为两趟人命就值十万块钱吗 啊 罗英俊 你听好了 我怎么在青岛不走了 不走了 大哥在亲口给我说 啊 你那个富贵子 根本不是租的 是他自己的 而且能卖三分 大哥还说 为了你的难处 他可以把房子卖了 啊 怎么办 听明白了吗 啊 我不走了 你要想骗我 你就继续骗我 哎 你要再瞧不起我 我就破罐子破摔 谁打来了电话 王大财 说了什么了 把你吓成这样子 谁啊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不急不行 我扶你回屋里歇一会儿来 不不 啊 我要出去一趟 啊 上哪儿去啊 我 你 英俊 哎 你把话说明白了再走啊 我 我 你别 英俊 你等等我啊 我陪你一道去 莫夫 你别跟着我 你别去 我这事自己解决 不是不是 怎么回事呢这是 对鲨鱼来说 这是多么丰盛的一天呢 食物多的吃不了 可以稍后回来继续享用 我知道你会来的 我知道你会来的 你还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 就是不走了 青岛这个地方我相中了 别人嫌弃我 我外甥的养母嫌弃 我还做什么好人 重新做人 见他们滚就好 你都拿到十万块钱了 还不满足吗 这不是钱的事 这是一个人的尊严 嫂子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呀 在这个世上 除了我姐姐王美娟 就没一个人瞧得起我 我蹲大狱这么些年 就没人瞧过我 我王德彩 没娶过媳妇 没儿子 我想把外甥领回家好好疼疼 可我看你痛苦成那样 孩子我不要了 可你呢 你一直把我当坏人呀 你处处黄着我骗着我呀 罗颖军 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从里边输来的 你晚上睡觉 是不是床头上放把刀啊 我没这么想 我更没想过要放什么刀子 你想听实话我告诉你吧 那房子 确实不是我们的 那是旺夫的女儿的 你不信可以去问他女儿 嫂子 你这一次次的骗我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 浪子回不了头了 找到这是你逼我破罐子破摔的呀 你记住了 两条人命啊 你自己算了多少钱 要是不知道找人打听去 王德财 你不要逼人太甚了你 好 那很好 那你就看着办吧 我王德财 就住在这儿不走了 我就厚在这个破罐馆里 等着你回信 我王德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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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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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是 为什么一个人躲这儿秃呢 刚才那电话是王大财打来的吗 我看你充充忙忙跑出门 是不是又跟他见面去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王大财不是已经拿了钱走了吗 你们到底还有什么事啊 是不是他呀 要不是他的话那是怎么回事啊 回家 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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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跟这件事情无关 你放心吧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也绝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觉得事情 你是说不清楚 我不想把你扯进去 你就让我一个人去处理吧 你这话听起来有点噩大大吊 你一个人处理 一个人处理 你一个人都处理到什么地步了 你是在体验生命还在干什么呢 甭管你体验什么也得连我一块 你一个人处理要什么叫 那你在咱们俩结婚干什么呢 不就是要一块过日子吗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你也说过 人字怎么写 人字是一撇一捺加起来 两撇就是一个人嘛 你是那一撇我是那一捺嘛 你今天要抹掉这一片 那你不是人啊 你不是你也不是我了 你把我给闷的 我连你举个例子都举得不大大调 一个人处理能行吗 一个人处理能行吗 我能一个人处理能行吗 要是不行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他说对我都是真正好 owners 黄复 我跟你说 Co 有点事 有点事 我想让大气到深圳去打工 真的 煤烧豆腐 谢谢 什么什么 跟我回答 和大气备在争中打工 我进来一下 你刚才说什么大企业到哪儿打工 深圳 到深圳去打工 什么意思 不是啤酒屋开不成了吗 我想他一个大小伙子 总不见得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啊 想让他出去闯一闯 我同事说了 他会在深圳啊 一个月能挣三千多块呢 你听见没有 这事儿得支持我 不是 不是支持不支持的问题 你一家伙来个深圳打工 把我打糊涂了 深圳在哪儿呢 坐火车坐好几天的地方 你到那儿去干什么呀 而且你一向都不希望大气 跑那么远去的 突然间一下子 把他捅到深圳去干什么 为什么呀 不行 我觉得咱们孩子 孩子留咱们身边做小生意 你看这段时间 咱们相处不挺好的吗 吃点喝点聊点 炒菜这一行他快学全了 还有一个专业了 你到深圳去干什么 不可能的嘛 不行你问大气 你问大气愿不愿意 你问大气愿不愿意 怎么了 什么愿不愿意去 大气 你妈说让你到深圳去打工 你愿意不愿意 深圳 妈不是觉得深圳打工挣钱多吗 你看你 长这么大从来没离开过妈妈 都已经二十四五岁了 应该出去闯一闯了 妈 你什么时候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要出去闯 为什么要去深圳 我这就不能闯了吗 就是 我都给你打听好了 我不去 我不去啊 再说了 我也不能把你一个人 搁在这个地方吧 我怎么是一个人呢 不是还有叔叔吗 你看我同事他儿子 高中毕业就去了 现在可有能力了 你是怀疑我能力啊 那好啊 那我明天就出去 认认真真地找一份工作 证明一下我自己的能力 不是 反正我不去 反正我不去深圳 你看看你看你看 没错把我说的 到到深圳去干什么呀 哪不能学到一个专业啊 就咱们的小摊都能学到一个专业 大齐不愿意去吗 你说是吧 大齐真要去了深圳的话 你不天天抹眼泪 你这什么远大的计划呀 喂 嫂子 你可回来了 那件事怎么说呀 你倒说话呀 嫂子 嫂子 你是不是在电话里说话不方便呀 那我到你家去 这样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什么 嫂子你是说 你决定卖房子了 你在等我三天行吗 好 好 嫂子 就三天 这就对了嘛 这就是我的好嫂子 我妈她才 哎 妈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 大齐 妈妈跟人家说好了 深圳还得去 啊 就当是出去试试嘛 觉得不好再回来 就当出去旅游旅游 看看眼界 看看外面的世界 总待在家里不是事儿 王傅 你说是不是啊 就当出去旅游一趟嘛 人家都说深圳好 一个大小伙子 总憋在家里 会憋坏的 大齐 这件事情 就听妈妈的 你以前不是很听妈妈话的吗 好 妈 我听你的 你要让我去 我就去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看你妈妈是喝了迷魂汤了 青岛这么好 她就非要把你往深圳捅 我都不明白了 你叔叔这么聪明的人 都看不明白了 你妈她就舍得 什么舍得不舍得 我让儿子有出息的 才是对她真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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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别哭 我 我去深圳还不行吗 妈 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 大琪 其实妈妈一点都不想离开你 只是 只是 他们不说 说深圳是个好地方 好多年轻人都 都往那儿奔 我 我也奔 我一定会跟你 奔个人模人样回来的 好不好 妈妈 妈妈 我求你了 回去 你别哭了好不好 妈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那十万块钱账都拉不倒的一种关系 我说的没错吧 其实我一直就想问你的问题 可是我一直就忍着 一直到今天 你这么固执地希望大气 一定要到深圳去 是不是跟王德财也有关系 你不说 你说话呀 你还是不说 我就不明白你跟王德财之间 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让你这样替他遮遮掩掩 痛不欲生的 他在威胁你吗 睡觉吧 你你你你你你你睡得着吗 你睡得着吗 我知道这几天你天天晚上没睡觉 一宿一宿睁着眼睛在想事情 你你宁可让自己这么苦挨着 你都不愿意让身边那个傻好人 你知道吗 这傻好人 我愿意为你牺牲一切 你知道吗 宝负我 应倦啊 应倦啊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待会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是什么呀 不是这样是什么呀 你倒是说呀 我就不相信你说出来 我们俩全死了 你别忘了我是你老公 咱们可以一块扛 怕什么呀 为什么呀 到底是为什么 我这是踩上哪号地雷了 不是我不想说 我其实一直想跟你说 可是我又怕他不理解 这件事情太复杂了 我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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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 你这么晚了还不睡 跟这儿装神采啊 我明天就要走了 走 去哪儿啊 去西天启金啊 师父带上徒儿卧 去生间打光 啊 去深圳 为什么呀 你在家待着不是好好的吗 我可能跟你走啊 如果我还是挺舒服在家里待着的 要不然本小姐多记忆啊 你 我要求你一些事 你求我 太可见了 你说你说 说 我希望我走不离开 对我 你能够对我妈妈好一点吗 瞧你说的 我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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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你真是糊涂我 我怎么 哎呀哎呀哎呀 我嘴巴还大 你真是糊涂我 我本来已经闻出王的财一股坏劲了 所以我还故意逗他 你看 我说我们家的房子要卖了值多少多少万 我气死我了 我没想到他胆真大呀 啊这个人厉害 哎呦 哎呦 你 我怎么说你应军 你 这事这么大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要告诉我 那十万块钱他可能拿不走 像这种钱多多少少他都不在乎 他不会满足的 这人的坏 这人太坏了 他 他等于是掐着你的 他当着我的面掐你啊 欺负人呢 欺负我们呢 这个人 哎呦 我应军你也是 我说到这 你看 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告诉我呢 到今天 哎呀你看你 你糊涂不糊涂 你不能再这么糊涂了 这事 我就恨不得 这事大器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 我用十万块钱还了债 这事不能让大器知道 我跟你想法不一样 我不觉得大器不能知道啊 都这么多年了 还有什么好瞒他的 哎 应军你怕什么呀 你又没做错事 我怕失去儿子 我怕他知道了以后 不要我这个妈妈了 我怕他跟着王的才走了 要是真那样 我可怎么办呢 没事 你这没事啊 不怕 不会有事 大器他不会的 咱们咱们不把这事告诉 不不告诉大器 而且他也不会 好 今天就算退一万步想 万一大器这孩子犯傻 咱们也不可能让大器 被那 被那混蛋给抢走 看来要你养活他二十年呢 你罗应娟就是他的母亲了 大器就是你儿子了 这情动雨水恩重如山的 谁也动不了 王父 王父 这事儿 我一直瞒着你 你能原谅我吗 你说呢 你知道我 你以后会更知道我 我就是要你相信我 不管到什么时候 你一定要信赖我 你要信赖我 孟父 其实我心里最明白 朱怀山他从来都不喝酒 所以那次说 是酒后驾车 满车都是酒气熏天 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那酒气究竟从哪里来的 所以你平时老是不让我喝酒 不让我喝酒 不就是为这个 明白了 明白了 现在没什么事不明白 都清楚了应该 从现在开始 咱们俩就是一条线 咱们站在一块 我倒是要看看那王德财 他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走就走吧 其实我在这个家里 也待不了几天了 你 你要去哪儿 我 我要去培训 培训 大七 我 有话就说 我爱上了一个人 谁啊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对我挺好的 他 他是 演艺界的一个很著名的经纪人 我当时 靓女失利以后 消沉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跟我自己说 也别老去做那些 不知道编辑的梦了 但是我那天碰见他了 他跟我说了好多鼓励我的话 我突然就觉得 人的一生应该有梦想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挺快乐的 而且啊 他还当意我给我做专辑 包装我呢 他也爱你吗 应该吧 不然他不会对我那么好的 不过有的时候 我也觉得挺恍惚的 恍恍惚惚的 就像 就像在做梦一样 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小心点吧 文艺圈 总之 小心点吧 没坏处 不会的 他人可好了 一到那儿 就给家里来电话 好让我们放心 还有呢 赶紧给王阿姨的儿子联系 先把住宿安顿下来 知道吗 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人 别在街上乱跑啊 街上东西也别乱吃 吃了不干净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对他都知道了 知道了啊 都二十四五岁的大小伙子了 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 说不定过两天 不是 过两个月之后 他不适应 他又回来了 咱们白操心了 哦 对了 还有件事情 嗯 到了那儿啊 千万别往家里写信 要有什么事情 就打电话 阿姨 现在已经不流行写信了 现在流行发E-mail 大气 你可以帮我邮箱里发E-mail 阿姨可以看的 还有啊阿姨 现在发明了网上QQ聊天 你可以看见他 他也可以看见你 真的 是吗 那太好了 大气 要是你往家里打电话 不是家人接的 就别跟他说话啊 更不要告诉他 你在哪里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照着妈妈的话做就是了 你妈的意思就是说 逢人只说三分话 就是说 以前小孩出院门的时候 大人都这么说 那好 那咱们走吧 大气 好孩子 妈 妈 没事没事 随时都可以再回来啊 咱们走咱们走 妈你别哭啊 请问 刘云娟是住哪个门啊 前面一到门就是 谢谢 入了 你找谁啊 谁来呀 好吧 大哥 咱们又见面了 我是这样想的啊 来青岛呢 好不容易来一次 不到早的大哥家住两天 不合适吧 你看 我的行人都带着了 你是谁啊 大气 盈盈 我来介绍一下吧 嗯 这位是我们家的远黄亲戚 大气 按备份就叫 叫舅舅吧 啊 这是盈盈 咱们见过 你俩在啤酒摊 哎呀我还忍不住说 你说孩子咋长的啊 就跟画上一个美人似的 哎呀 长得俊啊 不对不对 是帅是酷 就是个大帅男啊 嫂子大哥 你们家真好啊 你看啊 这是美女帅男 你们两口太有福气了呀 哎大叔 你有什么话你赶紧说吧 我们要走了 来不及了 对你们这一家人要是到哪去啊 我们要送大气去香港了 香港 旁边的深圳打工 深圳打工啊 好好好 嫂子 这个 这舅舅来了 能不能让大气晚走几天呀 怎么说我爷俩二十多年没见了嘛 让我们爷俩说说话 那不行 大气的车票早就买好了 日程一天都不能变的 嗯嗯嗯 对对对 买了票了哈 那是不能下 不能作废 那行 那就去深圳 干脆 我随外长一起去深圳 我在深圳其他大工都一样 不无所谓 嫂子你就放宽心吧 有舅舅在大气旁边 他就走到天涯海街好 舅舅我 永远跟着 一会儿别来不及了 快点 快点 早的 留步 请问 留步留步 都不要错了 一会儿一 快点 别闹我了啊 快一闹 早的 走 深圳明天 清早打工 上前 快点 大气 不去了 深圳不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叔叔说得对 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好好的 做个小生意 是不是啊 在一起高高兴兴的 弄好啊 在一起就是幸福 是不是 妈 妈 你怎么了 这两天不是一直催着我去深圳吗 现在我要去了 你就突然不让我去了 不不不 哪儿都不去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妈妈又守得你了吗 不去也好 不去也好 大气 你看你 你妈为了你的事 最近经常都是 这么惶惶惶惶惶的 这个一惊一乍的 但是没事 她想通了就好了 我去正好 我也希望你不要去 我就听妈妈说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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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我也觉得这时候搞怪 但是你看阿姨 难过成这样了 你就不去了呗 外上 快点跟舅舅回家 一个家就好像一条船 一个家就好像一条船 不论是遇到惊涛骇浪 还是暗流险滩 都要和和谐谐谐 跟舅舅共济 开船 开船 有一天 我遇见了幸福 她的样子 在你眼睛深处 那么温暖又清楚 像个孩子一样无辜 我会将她好好保护 黑手黑手黑手 我不会再错过我的幸福 我会把她 守在心灵深处 那么柔软又模糊 像个孩子一样无辜 我会将她好好保护 我要的幸福 让你不再孤独 那些你拥有的 会永远停住 想给你幸福 让你不再迷路 那些美好快乐 都在你身边 留住 吃饭咯 黑手手 遇到 遇到季风的 黑手 船长 这边有急流 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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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永远停住 想给你幸福 让你不再迷路 那些美好快乐 都在你身边 留住 感谢观看